有八十年歷史的美國生活雜誌 記錄了無數人類歷史性的瞬間 從愛因斯坦的書房 搖滾天團Beatles 巡迴演唱的畫面 還有卓別林的經典劇照 畢卡索的創作過程 每一張照片都記錄下 這些名人的經典畫面 另外 戰爭造成人類 深刻的浩劫 二戰的炮火痕跡 日本空襲珍珠港 還有硫磺島的慘烈戰役 照片留下了歷史中的傷痛 生活雜誌都記錄下來了 凌亂的桌面 背後的黑板挑列各種算式 這是天才科學家 愛因斯坦的書房 音樂天團Beatles 第二次全美巡迴演唱時 抵達洛杉磯機場的神情 喜劇演員桌憋林 在電影舞台春秋中 把水潑到警察身上的瞬間 美國生活雜誌的 134幅經典作品 記錄下歷史的重要時刻 大文豪、韓明威、藝術大師 碧卡索、知名人員 澳大利赫本 每一位人物都對這個事件影響深遠 生活雜誌創刊於1936年 以看見生活看見世界為宗旨 記錄無數經典瞬間 阿波羅11號登陸月球 阿姆斯狀拍下地球的樣貌 以及駕駛員愛德林 在月球漫步的歷史性時刻 也收錄在生活雜誌中 隨著二戰爆發 生活雜誌更深入戰地 真實地記錄下戰爭的冷酷無情 日本空襲珍珠港的瞬間 民眾在鐵絲網後 帶著悲傷的表情 獨裁者希特勒接受士兵的歡呼 一名水手在紐約時代廣場 勇吻素媚平生的護士 士兵幫助受傷的同胞 每張照片都反映出 當年戰爭帶來的傷害 生活雜誌攝影展不只展出經典人物 更凸顯時代的變遷以及傷通 在無所謂的地道